太吓人了 这看着 奇观啊 这是 我看 不会有这么大的灯 这是 这不是月亮 是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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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没看到过有这么大的灯 你说太阳 7月22日晚 云南昆明市一临街商铺广告牌坠落 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七人受伤 事后 有受害者家属表示 他的两个女儿一死一伤 但事件过去十小时无人出面担责 7月22日晚九十五十八分 云南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街道金江路 156号-6号至-10号 沿街一楼商铺广告牌从五楼坠落 造成现场至少十人受伤 其中三人送医院后死亡 其余伤者还在救治中 177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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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号四八引述目击者的描述说 事发是正值人流高峰 广告牌突然坠落 所有人措手不及 惊恐的尖叫声与呼救声交织在一起 场面令人心碎 有目击现场的网民表示 事发时一百多路人帮忙抬起招牌救人 广告牌突然掉落 楼下吃饭的人基本都受伤了 不少小孩子满脸是血被从广告牌下拉出 大家好 我是孩子的妈妈 谢谢大家的关心 现在孩子已经转到了儿童医院来救治 现在正在路上 到现在为止 已经接近二十个小时了 责任房没有任何一个人过来过 没有任何一个人过来给我接洽 我不知道责任房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看我们现在还在ICU门口 一直等着我姑娘 等着我家四岁的小孩子 到底是不是什么情况 旧社区来了 来了两个人 然后民警 然后任何事情也没有什么反应 也没有什么发生事情那么长时间了 都没有任何反馈 我希望大家帮一帮我 谢谢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大家好 我是昨天晚上发生事故的 两个孩子的妈妈 昨天晚上小孩子去花病 在同德广场 九点钟下课 花完病回来的时候 小孩子说肚子饿 想吃东西 然后咱们要吃冒菜 我们就去了祖康园那边的猫 再吃东西 两个孩子的猫 再端上来 姐妹妹才咬了一片 再咬了一嘴 姐姐姐才吃了一口 然后就 冰就掉下来了 我家姐姐被门框 被那个栏栏杆砸到头 头已经变形了 眼睛都闭不上 嘴巴也闭不上 一声抢救了两个小时 告诉我已经抢救不了了 他的血已经流了完 一声全部流完了 一声抽血 抽大管 抽 抽腿 抽出来的都不是血 都是淡黄色的液体 已经没有血了 所以我姐姐知道 最后姐姐就拉到了太平间 眼睛也闭不上 嘴巴也闭不上 是太平间的人 有胶部把它黏住 让它强行闭上眼睛 闭上嘴巴 然后我家妹妹 直接被一个顶砸下来 砸到后脑勺 砸下来 四五十个人 帮我把那个顶给它抬起来 把孩子拖出来 拖出来了 有一辆120路过 它没有鸣笛 它也没有闪 我们跟她说 很多人就拦着她说 我们这边有小孩是病重的 但是她加了个油门 就跑掉了 最后还是匆匆车司机 把我们送到后悔医院 姐妹妹抢救完了 现在在ICU还在抢救 医生说 她现在完全是靠药物在维持 她现在说白了就是 让我们非常非常严重 非常非常严重 虽然有生命体征了 但是非常严重 让我们自己做好准备 心理准备 我求求你们大家帮帮我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到现在目前为止 已经过了10个小时了 但是没有任何责任法 没有任何人过来说处理这个事情 就只有两个社区人员和民警在这里 是怕我闹事还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现在很难过 我想发条抖音出来 我家老大的衣服全是血 这是我家老二的衣服 也全是血 然后这是我的衣服 当时发生事故的时候 然后我的衣服上面全部都是血 全部浸满了血 送到这里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过来说表态呀 或者是怎么的 7月16日 深圳媒体报道 当地仅用33分钟用直升机送肺员 给一位73岁患者老杨做移植肺的消息 引发舆论哗然 网友纷纷质疑肺器官来源 要求公开肺葬受体老杨身份 及器官来源 据深圳特区报日前报道 7月14日上午 深圳市人民医院 唯一为73岁老人老杨进行肺器官移植 首次通过直升机运送肺葬 从广州到深圳 整个过程仅耗时33分钟 但这一宣传式的报道引发舆论强烈质疑 网友纷纷追问 谁的肺 老杨是谁 公布老杨身份 有大陆网友发帖讽刺 我点了个外卖 半天都没送到 别人点了新鲜的肺 33分钟就送到了 肺毒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已经换了身体 有网友直接质问深圳市卫健委 对于直升飞机运送肺葬 给老杨这种无缝衔接的流程 是正常流程还是特事特办 自掏腰包还是公款报销等 接连几日 网络对此事的关注度不断升级 有人提及 2023年发生的24岁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龙清宇 也为交不起一千的治疗费 回校自行康复 后被确认为脑死亡 其家人捐出了其心脏 眼角膜和肝肾的报道 质疑龙清宇被宣布脑死亡非常可疑 影射最新的器官供体也很可疑 随着舆论发酵 7月22日大陆顶端新闻报道 甚至是卫健委一位相关负责人 针对网友质疑回复称 什么都合格的 是合理合法的器官移植 但此回应没有平息质疑之声 网友批评 私下的黑案都给你搞成合理合法合规了 谁的费 我点个外卖都没人点个费块 没有直接回答问题 公布一下被捐者的身份 自然平息重怒 再让记者们采访采访养老 敢吗 光说合理合法 如何眼悠悠重口 还有网友说 换做普通人 这么大的年龄 一般医院都不会进行手术 都是建议病人保守治疗 而老杨73岁的高龄 依然能够移植废移植 只能说老杨家里非权极贵 现在特权阶层已经肆无忌惮了 看好自己家孩子 该事件报道后 网友纷纷搜索 近期网络公开的失踪名单 包括7月1日至7月6日 和7月6日至15日的部分失踪名单 发现公开的名单中 每天几乎就有4至5个人失踪 大部分是青少年 2024年7月7日晚7点20 身高183厘米的四川19岁大义学生唐启玄 在广原利州区宝伦镇青江河大桥失踪 至今杳无消息 2024年7月14日凌晨一点 西昌24岁女子 肖密戴母亲在医院看完病后 独自乘坐出租车回张牧庆镇的家 在蒙牧庆镇大桥附近下车 之后失踪 她的手机被路人捡到 手机里却没有留下关于失联的信息 至今也没有消息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在2006年被曝光 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 至今此罪行仍在中国持续 上个月 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 对参与活摘器官的中共官员进行制裁 美国朝野齐声谴责中共罪行 热情上 anybody 颅探 Flug 和陆牧庆镇 原來是違法的,誰叫你吃? 还拍不上 拍啥嘛 拿路上来的 看 这光给群众拍照 拍车 我黄匹在楼上站着没有一个人拍 你看这都是鬼 这全部是三队 清寒清晨的 给老百姓提款模糊 现在要强行四公年 这都是清寒清晨 现在在这长城 你看 六二三浮浆到北京在这有点有可 周围这要整几块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视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丽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丽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丽人参含有三十四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丽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 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升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DG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